哈喽哈喽,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呢是要给你们做一个美国疫情的潜谈update 自我第一个美国疫情的video是在3月21号的时候录的 到现在,今天是3月30号 有很多东西想要跟你们update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接着看下去 今天第一个呢是要跟你们说 在今天美国确诊人数截止到3月30号11点半 已经有156761个确诊 今天单日就是从凌晨到早上11点半 单日确诊的已经有13000多个 治愈的呢只有5000个 就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再加上死亡的呢已经有2848个 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吓人的 从3月21号一直到现在 那个时候才2万多 今天是30号 一共9天的时间已经到了15万多 这个还是不完全统计 就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检测到 因为我在纽约嘛 在第一个视频有说过 那单单纽约州今天呢 就已经确诊了5818例 从15万的总共的美国确诊人数里面 有66000多个都是在纽约州 好了那接下去呢 我就是要跟你们说 今天早上呢我男朋友打电话给我 昨天的时候新闻里面报道 纽约州的纽约市里面的第一个NYPD 就是纽约警察死亡死于新冠 那个警察呢是在同一个警察分局 跟我男朋友的姐姐和他的男朋友 他们是在一起工作的 然后昨天呢就已经说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在这个之前呢 其实我男朋友姐姐的男朋友 一直都是跟他有一起共事的 他姐姐呢因为也是纽约警察 所以有一个自己的拍档 那那个拍档呢也在昨天的时候被确诊了 就昨天男朋友的姐姐的趴档确诊了以后 我男朋友的姐姐也去跟家里面所有的人一起去做了新冠病毒的检测 今天早上已经得到了结果 所有人都得了无一例外 跟我男朋友他姐姐住在一起的呢 有我男朋友的亲生父亲 还有我男朋友姐姐的儿子 还有我男朋友姐姐的男朋友 他们呢其实一直自从疫情开始以后到现在 一直都有帮纽约市在这个疫情的外面的局势 就是说他们在每一个街口啊 或者在要封路的地方都是会派他们去巡逻的 那他们就算没有再去巡逻的时候呢 也是在自己的警局里面跟自己的拍档一起 是有接触这些相关的任务的 所以他姐姐呢和他姐姐的男朋友就变成了病毒携带 在我上个视频里面我有提到 就是我男朋友的舅舅跟我男朋友的爸爸 我男朋友把他们一起带去了医院做 想要做这个新冠的检测 但是在3月20号左右的时候 这个检测是没有普遍的 所以只要看到你是亲证 他们是不给予测试或者治疗的 但是自从那个时候 在这之前的一个星期 我男朋友的爸爸就已经一直在咳嗽 但是因为他们不给检测 所以就是无从得知到底是不是新冠 就在昨天他们去检测完以后 今天早上知道了结果 他爸爸和所有的住在一起的人都已经确诊了 美国人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想法就是 只要我身边的人或者我认识的人没有被确诊 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 就算到现在你走在曼哈顿的街上 也还是会看到很多人熙熙攘攘的走在五大岛 走在下沉 对他们来说好像这是一个全民的提早的一个假期 还是没有那么多人戴口罩 当然现在已经 我会说比例是在50%左右 就是戴口罩的人 可是不戴口罩的人还是有非常非常的多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美国政府是不会关闭公立学校或任何学校的体制的 自从关闭到现在 学校里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人戴口罩 还要在这里再说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上一个视频里面提到的 关于美国绿卡永久居民是没有任何政府补助的这件事情上 在这个星期他们终于通过了法案 是说所有的合理交税的 有居住权的民众是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个补助 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决定 那第一个非常开心的决定呢 也是在我上一个视频里面提到过的 川普一直在推陷责任 一直在说这个是一个中国病毒 一个亚洲病毒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然后他在所有的新闻发布会和自己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面 都一直在强调这个新冠是Chinese virus 那在这个星期呢 川普他就是改口了 就说这个是新冠病毒不是Chinese virus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因为美国什么都想争第一 那这次呢终于给他争了一个第一 就是新冠疫情的全球第一 他在这个星期呢 还有在自己推特上说希望在复活节之前可以复工 复活节呢是好像是4月12号还是4月17号吧 大概也就两周最多不会超过三周的时间 就是复活节了 他在他的推特上就很自信的说 我相信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会恢复正常 这就是啪啪打脸 他又改口了 现在呢据说是会一直延续到6月1号才会减缓 那在这个期间呢 他们说大概两周的时间就会达到一个死亡和感染的高峰 现在我政府呢也已经下令了 因为现在我们纽约呢是重灾区 所以也已经下令了不许纽约的居民去任何的外界 比如说去纽约也不允许去佛罗里 也不允许就是不允许你出这个州的边境 在下沉的也有封路 封掉几段平时比较繁忙的道路 但是政府说这个封路的通知让我觉得很不能理解 他们说的是现在这一段路我们不允许任何的机动车进入 但是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外出走动 只需要保持安全距离 第一我觉得你开机动车在那里反而更加安全吧 因为如果你是机动车的话 毕竟你是在自己的一个密封的环境里面 不跟任何外界的接触 但现在他直接把那里封了 又说你可以外出走动 然后安全距离 六英尺的安全距离 真的可以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的一个距离吗 然后也没有说OK你们一定要戴口罩 戴任何的防疫用具才可以出门 这个真的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还说我们现在这个开始了自我隔离 那所有的隔离措施呢都是不是强制性的隔离措施 那为什么还要隔离呢 就如果你想要出去你就可以出去 你想要干什么就可以在外面干什么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叫隔离呢 就算一直到现在我们一打开Instagram 虽然没有一开始那么夸张 但是大家还是有一起聚会 就算外面的餐馆和酒吧都已经关闭了 也无法阻止美国的年轻人在家聚会 我就想说在中国抗疫 因为我有几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们在各个医院里面当了医生和护士 他们都是有提交自己的申请 说愿意去参加这个医疗队去武汉支援的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跟我差不多大 也就二十五六岁二十四岁这样子 但是大家都是抱着一颗为国家献身的这种想法 自愿去支援武汉的 但是在美国我真的觉得那些医疗的工作人员 非常非常的艰难 因为这个人数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所以一直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在有人去医院 然后就在上个星期 我们家是住在纽约的五大区之一吧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医院是叫Empers Hospital 在一个晚上呢就有13名病患去世 所以现在美国的局势真的是非常不如乐观 比尔盖茨就说了 他说现在美国这样的局势 我们不可能还是继续该买东西买东西 该买房该买房该炒股该炒股 然后我们视而不见那些在角落里死去的尸体吧 川普现在就一直在叫我们恢复工作恢复工作 可是他该做的防疫他又不去做 该做的行动他又不去做 我们要如何才可以恢复工作呢 我一直都相信一个国家是由人民组成了国家 如果你单单只有国没有家 那你怎么能称得上是国家呢 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 你的强大都是来自于你这个国家所在的人民 如果你一心只是考虑到经济状况是否会倒退 或者是否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的话 那这个国家是永远不会强大到哪里去的 这个窗户不僅僻 好 只是 谢谢 我需要做一个 我需要做一个脂肪 好吗 一个脂肪吗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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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两个脂肪 我们会做得很舒服 我们会做得很快 好 就看起来 脂肪 很好 好 好像是疯独的 那会醒你,对吗? 好,你没事 这疼疼 已经快三个星期没有出过街了 现在纽约就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店都已经关门了 还是有部分老外是不戴口罩的 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戴着口罩 来了纽约10年没有见过法兰胜这么少人 没什么需要的 老外还是不戴口罩 基本上说的老外都没有戴口罩 太像 没有很多人但是都不戴口罩 我刚刚看新闻的时候看到Target的工作人员 也都是不戴口罩的 而且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现在看起来就是只有中国人紧张 老外根本就不care 他们还觉得我们是神经病的可能 今天update一下 美国的居住人数已经快到17万了 然后特别是在法院圣中很多亚洲人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防护 看到之后应该都应该跟着中国人跟着亚洲人一起做起防护措施 但老外一点都不害怕真的 逛街的时候还是照常逛悠悠然 其实人比平时少而已 这些人都不害怕 昨天那个视频里面我说到有50%的人戴口罩了 感觉这就是外界的一个新闻里的说法 其实大部分的老外仍然没有戴口罩 这连小孩都没有戴口罩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